嗨 你好 歡迎鎖定九點熱話題 我是李作恆 來看到是太矮錯了嗎 這是一名女議宵 她報考消防隊員 但是因為身高差了1.1公分 遭到退訓 讓她份額申請試憲 而大法官在今天 做出了解釋認定危險 走出憲法法庭 面容有些疲倦 這是陳韻軒 在今年1月出庭時的畫面 107年通過消防特考班的他 擔任過議宵 一心有著消防夢 卻因為復檢後身高差了1.1公分 遭到退訓 認為抵觸平等原則 行政訴訟敗訴後 申請試憲 結果終於出爐 排除女性應考人之群體比例 明顯高於男性 使女性應考似乎公職權 受不立志差別待遇 致本判決宣誓日期 致辭於屆滿一年時期 時期效力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這樣的結果 憲法法庭認為 消防規定女性要高於一百六十公分為限 根據考試院規定 男性的規範低於平均身高七公分 只有一成不合格 但對女性來說 卻是高於平均零點五公分 就有五成五不合格 差別實在太大 大法官認為 使女性受不力的差別待遇 不服憲法的保障平等權 強調身高較矮的人也有其他優勢 目前將把案件發回最高行政法院重審 原判決撤銷後陳韻軒就能繼續受訓完成 對陳韻軒來說訴訟已經長達六年 低調透露判決結果如預期 只希望女性不公職權能夠更有保障 消防署也表示將會配合考選制度 調整女性消防員的基礎條件 因為陳韻軒六年的努力 改變了女性從事消防員的規定 讓更加強調整 更多想從事消防員的人夢想能夠成真 TV 別說 音樂聲音速配語台北採訪報導 這樣的券新聞也是要提醒您留意 有民眾是正中午時間把車停在戶外 隨手就把墨鏡放在儀錶板上 結果兩三個小時之後 發生了火燒車 這下維修費高達四十萬元 有駕駛下車的時候 把太陽眼鏡就放在儀錶板上面 結果傳出疑似因此火燒車 照片中擋風玻璃被尋黑 還有好幾道明顯裂痕 儀錶板上的閉光電也燒出一個大洞 液晶面板也被波及 車主朋友把事件PO上網 提醒大家墨鏡不要放在儀錶板上 很重要要說三次 因為懷疑是鏡片聚焦 用墨鏡加上長矛閉光電 天氣又炎熱導致火燒車 要大家車子放戶外時要特別注意 是當天的溫度太高 三十六還是三十八度吧 前面只有放太陽眼鏡 還有空氣清淨鏡 墨鏡那些是整個燒 燒到溶掉 所以他只能說儀式 但是也不確定 世界翻在台中無限時上個月中 參加車展把車停在戶外停車場 當時又是正中午太陽陣列的時候 把墨鏡放在儀錶板上 結果停了兩三個小時後 就聽到廣播車子燒起來了 而這一艘光是維修費就要四十萬 不會真的是墨鏡害羞嗎 因為墨鏡聚光起火的說法 被李華老師打槍 難道讓墨鏡背了黑鍋 但其實墨鏡有分種類 一般墨鏡反射出來的太陽光 是平行光 而有度數的墨鏡 鏡片是凹透鏡 太陽光照射之下 就有發散效果更不可能 但如果是具有老花功能的墨鏡 因為是凸透鏡就會聚光 如果太陽照射角度 加上時間夠久 就可能因為聚光燃燒 但目前也不能排除 是車內其他的毅然物品導致 TBN新聞 林邦劉璇 高雄報導 接下來這樣的判決 您認為合理嗎 是有女子就發現機車被人砸毀 報案提告恐嚇以及毀損罪 而警方逮捕了作案的嫌犯 他聲稱是因為喝醉斷片才會犯案 結果這恐嚇罪不成立 就在公寓門口 一名黑衣男子惡狠狠拿起棍棒 對著機車猛砸 每一下都勾勾的舉起手 用力揮棒一臉砸了好幾下 還以為他跟車主有什麼深仇大恨 不過警方事後調查 雙方根本不認識 不僅機車一標板 玻璃出現明顯裂痕 車身更有多處的刮痕 而後照鏡更是直接被敲斷 就連燈盒也都破了 不能看出下手有多重 18地點就在新北市淡水 附近是住宅區 有公寓也有社區大樓 還鄰近幼兒園 當天凌晨四點多 這名男子先去找朋友喝酒聊天 朋友再開車載他來這地方 不過對方失控砸車時 他卻在一旁觀看 沒有上前阻止 男子當時就在路邊撿起木棍對著機車抹砸 聲音非常大 在半夜還有鄰居聽見操打的聲響 而在女車主出門上班的時候 見到這一幕煞得趕緊報警 警方巡線逮捕十九歲的靈性男子 對於為何持木棍砸車 他公稱當時出門找朋友 但喝醉斷片了 什麼都不記得 事後被女車主提告迴損和恐嚇 但只有毀損罪 判拘役四十天 警方上所謂的恐嚇罪 是必須行為人對於被害人 有現在或將來的惡害通知 那本案被告在毀損機車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對於被害人 有任何留下恐嚇的文字或言語 因此本案被告 並不構成所謂的恐嚇罪 看見愛車回了 雖然現場沒有留下恐嚇訊息 卻還是讓人害怕 擔心被有心人士盯上 恐怕也讓有恐嚇翻譯的人 找到轉螺洞的方法 體育線環境 我在安曼新聞報導 這算不算是恐怖情人 在花蓮這名男子 他酒醉之後 就跑到了心儀的女生 家中要借廁所 意外發現對方洗衣機裡 有其他男生的衣服 讓他醋意大發 直接把人帶到路邊 亮牆恐嚇 黑衣男子停好車 渾身酒氣 搖搖晃晃 走向一樓住宅門前 擅自拉開門說要借廁所 幾分鐘過後 叫女主人來他的後車廂砍一下 我下來之後 他就把後車廂打開 他拿出來我過去 叫我過去之後 就看到他把槍拿出來 再裝子彈 我怎麼知道 裝他一子彈 他就把我拿到那裡 女子嚇得聯盟往後退 從警屋內報警求助 對方則是趁機落跑 二十九號傍晚六點多 花蓮縣新城鄉 腫整路上 四十六歲蔡姓男子喝得醉燻燻 闖進愛慕的三十二歲 陳姓女子家中借廁所 無意中發現 她的洗衣機裡 放有其他男生的衣服 酒一上頭又打翻醋毯子 忍不住衝動 把人帶到路邊 當街亮槍還填裝五發子彈 做事恐嚇 就想逼問對方 是不是有跟其他男生來往 根據了解 蔡姓男子為了追求他 經常送禮物 淘汰歡心 但陳姓女子聲稱 兩人並不熟 好心切廁所就被恐嚇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 發現蔡姓男子 當晚九點除默新城車站 後方的產業道路 隨即在他附近的住處待人 蔡姓嫌犯平時在工地上班 過去曾犯下公共危險罪 這回嫉妒性作祟 情緒失控持槍恐嚇 人還沒追到 先遭移送法辦 第一邊新聞告知 洪蔡姓與花蓮採訪報導 這話題也在今天議場內 掀起了藍綠的攻防 因為民進黨議員就批評蔣萬安 不應該像要不到糖吃的孩子 哭哭鬧鬧 而蔣萬安則是回竅 做人就該說話算話 如果你今天只給一個人選 我沒話說 你給我兩個人選 而且確定讓我選一個 我最後選了 你竟然反悔 請問議員你能接受嗎 反問綠營議員要他們換位思考 畢竟新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明明選了方養寧 最後結果卻是禮稀和 台北市長蔣萬安不滿情緒 一覽無遺 他是由內政部臨選 那你直接看 報請行政院臨任 那就不需要給我推薦人選 然後讓我做最後的決定 你剛剛不應該像一個 要不燙糖吃的孩子 而是做人說話要算話 要有誠信 就怕有著前車之劍 那麼未來中央地方的合作 答應了又該不該相信 蔣萬安在質詢台上 火氣不小 其實你不需要分分不平 所以其實中央是在幫你 如果你今天真的讓方養寧上來以後 你不是現場打臉這20萬人次的 陳抗的民眾的態度嗎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對於任何一個人選 都沒有意見 但溝通還有決策方式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很遺憾 即使對這領選過程有所不滿 但新任警察局長的就任典禮 身為台北市大家長的蔣萬安承諾 不會缺席 所以市長會去參加 李局長的就任典禮 我會 人士已經確定未來勢必得合作 但就怕這波風雨影響日後警政業務 這樣有溝沒有通 有聽沒有到 另外工房還有看到是國會改革法案 部分持反對意見的人 就發起了罷免的活動 他們列出了最容易被罷免成功的立委 其中國民黨的立委 葉元之排在前段班 不過他卻語出驚人 我建議可以罷免復困期跟吳宗憲 國民黨來人 來 委員這話要確定 網路節目上這爆炸性言論 引起現場一陣驚呼 為什麼沒有人去推復困期 因為人家覺得說花蓮王贏得多 所以我不推動 所以今天這個 因為你贏得少就不要推動 對 因為你贏得少所以推動 所以正當性是在於說 說不起 葉元之急忙解釋開玩笑了 傅君奇回得頗震驚 而吳宗憲招委身為不分區 無法被罷免 玩笑話不用回 倒是隔一天的葉元之 大獎的話 傅君跟付婚期 傅君 由於藍營這會期 也要修高罷免門檻 只是同一天被律委開罵 怎又自己撤案 我寫在臉書上之後 沒想到 他們還是會怕是不是 剛剛偷偷摸摸的 又把這樣的臨時提案 給抽回去 現行選罷法 其中就職一年內 不得被罷免 但沒限制 可提前連署 藍營想要修改為 一年內不能有動作 避免技術性操作 偷時間 罷免同一票 也要超過當時總格票 強調沒撤案 只是退回委員會討論 會這麼臨時 就是因為黨團大會 有一些立委先發難 此時過這案 實在太敏感 也要很敏感 是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遭到質疑 監控民眾的個資 目前北檢在調查中 而對此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就說 這是警總復辟嗎 時代力量也做圖卡開森 沒有想到在民進黨 統治之下的台灣 警總復辟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激動到敲桌 因為被民進黨政策會 執行長王毅川 說輕鳥行動和519民眾黨集會 是不同批人 電信監控風波 不只藍白聯手告發 時代力量也來參一咖 自治圖卡寫著 胡亂就承認 監控就面對 或許因為民進黨28號 曾說王毅川的資訊 來自民間調查 結果和時代力量相似 就怕被打成王毅川同路人 實力急忙切割 但大家都問王毅川 手中的資料從哪來 我自己有這些 做市長分析的朋友 大家聊天會聊到 曾說是當台中交通局長時 從事大數據的朋友提供 對此國民黨揚言 立院職權行使法生效後 調查權第一槍 就要對準王毅川 而下週一交通委員會 先邀請NCC 述法部 法務部等單位來說明 法務部會不會跟著一起去調查呢 小心喔 王毅川現在的調查進度如何 相關閣員都逃不了這話題 再加上疫情期間 NCC曾證實中華電信協助 疾管署做疫調 再也質疑難道這就是資安破口 那時候在法上就明確規定 叫二十八天內要銷毀嘛 所以都有銷毀 那會不會提供給特定的 會不會任何單位都不提供 除了疫苗以外 現任政委前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和疾管署都強調 早在二零二二年就停止電子圍禮等相關作業 從政府到民營單位能切就切 留給王毅川自己出來面對 同樣要面對 行政院宣布六月起附路 禁團令是放寬不解禁 這消息一出 不只台灣的旅遊業者失望 原定六月十號要到馬祖采縣的福州旅遊考察團 也是突然宣布不來了 出席國際觀光旅展總統賴清德就微笑或許想說旅遊業者的心聲他聽到了 政府一定會秉持對等尊嚴 互利共融這樣的目標來推動兩岸的觀光旅遊 我的職責就是穩定台海的和平發展 會跟總統報告說希望他也能夠把禁團令拿掉 這是一個枷鎖 一個緊箍咒 行業的權益受到了兩岸的局勢跟政治的鬥爭的情況之下 變成了一個犧牲品 附中禁團令原定六月生效 不過520就職演說賴清德提到優先恢復兩岸觀光 旅遊業者滿心期待禁團令能解除 但行政院30號只宣布今年六月前規劃的旅行團 可以繼續執行 我也希望業者能夠好好的規劃 未來暑假當中的旅遊活動 只要非常的順暢 而且旅遊的品質能夠得到國人的肯定 行政院一定會按照實際執行的情況 我們適時的在加以滾動式的檢討 那麼在6月1號以後還是可以繼續的出團 這開放程度不只台灣觀光業者失望 對岸原定六月上旬 赴馬族彩線的福州旅遊考察團 也突然宣布不來了 雖然表面的旅遊是和端午節活動撞旗 但知情人士表示 是因為台灣釋出開放旅遊 附加條件太多 陸方拒絕接受 賴總統520就職地出的橄欖枝對岸 似乎沒打算收下